9月21日有台湾媒体曝光一段 疑似颜承旭夜访林志玲相规的视频 报道中指出 这栋住宅是林志玲在2013年悄悄购买下来的豪宅 走在去年就为媒体拍到 疑似林志玲的一位身形妖狼女子 穿着浴袍在窗前走动 而在本月3月11日 又拍到疑似林志玲和颜承旭 共同现身该住宅的画面 从曝光出来的画面来看 身形和发型都非常像林志玲和颜承旭 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 对比之前颜承旭在健身房中的装扮 同样是穿黑色运动衫 测连对比照片中的两次画面完全就是一个人 而林志玲丸子头发型也是她经常活用的发型 自己也曾在微博中晒出过丸子头 与这次被拍到画面中的丸子头 神秘女子一样的发型 只是不知道画面中的两个人这一次 是不是仍然在一起做运动健身呢